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三个结结病 一个甲状腺结结 乳腺结结 再有肺结结 那么现在很多朋友有这些疑惑 问这几种结结是不是都是可以一样的去治疗呢 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么从我们这个中医的病基上来讲 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是我临床的经验 在临床上甲状腺结结 乳腺结结 我们知道女性是多见的 为什么女性多见呢 因为女性讲的东西比较细密 不像男的大大咧咧 我们看这女性经常容易生气 着急上火 可能因为家庭工作各方面的原因 导致了女性有肝气淤结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说甲状腺结结和乳腺结 在体质上这种肝淤的比较多 当然这男性也有的 但是这个女性偏多 那么肺结结 在临床上是男性的比较多 那么为什么肺结结男性多呢 男性大大咧咧 注意生活这个习惯 那么我们看男性脾胃虚弱的人很多 经常出去大吃大喝 跟朋友又聚会 又喝酒什么的 脾胃虚弱的比较多 大便吸糖的比较多 大便经常不成型 这个就是导致了它的一个病基 叫做脾虚 在临床上甲状腺和乳腺结结 最常见的病基 就是这个甘气瘀结 甘气瘀结导致了弹虞结 形成了这种结结 肺结结 大多都是脾虚 脾不能运化水湿 巨湿成弹 然后呢 弹凝成结 导致了肺结结的产生 所以我们说这些结结能不能同治呢 如果我经常看到有的人既有甲状腺结结 又有乳腺结结 这个是可以同治的 我们都酥肝 磊气 酥肝解瘀 软肩散结就可以了 这个肺结结 我们只能是健脾 化湿 化痴 化痰散结 当然呢 临床上也有很多人既有甲状腺结结 乳腺结结 又有肺结结 那么对于这三种结结同时怎么办 我们可以把这个甘气瘀结和脾胃虚弱结合在一起 它就是一个甘瘀比虚的一个体质 那么酥肝 解瘀 健脾 合胃 同样把体质调好了之后 才有利于结结的这个这个消散 那么至于化痰散结和软肩散结 这一部分我们的用药呢 也都是差不多 像这个折背啊 我们常用的 下枯草啊 猫爪草啊等等 这些我们常用的药物 这些呢都可以这个共同 共同应用这样的散结的药物 来进行这个把这个结结消散 所以我们说这个能不能义并同治 那么我们说啊 只要它并肌相同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它共同进行治疗 好了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况啊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